有朋友問,中國人是不是很容易陷入生存、生物性、子球生存的狀態下? 那,的確,就傳統文化而言是,因為我們常常說傳統文化,我們的文化就是以身為主。 全世界都有上帝,一切以上帝的旨意為主。傳統中國沒有上帝,一切就是活下去。 所以為什麼到今天,知識分子容易成為走司法界,容易受到一般流行的摸燈的觀念的影響? 所謂什麼廢死的形式?普世價值,其實廢死,我們說過不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天賦人權。 孟子的天賦人權,十八世紀、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這個觀念到了歐洲,成為歐洲的民主政治的完善。 這是天賦人權,這是普世價值。 至於廢死,是達成天賦人權的一個方式。 那麽目前,孔蒙法官們,因為自身的無知與膽怯,所以常常避開判世傑。 但是這種情況累積下去,我們的社會被傷害者,以及支持傷害者,被傷害者,覺得太不公平,太不公平,將來很不可能會走向社會,我就自我採取。 所以這次殺小孩,你看幾百個人卻打了一個被殺人類的。 甚至於進了監獄,甚至於進了監獄,就被修飲了。 當司法不足以保障我們的天賦人權,那麽就走向生存,原始生存之道。 一眼還眼,一眼還眼,一眼還眼,自我報復。 對死刑團體說台灣太隱憾,其實不是。 背後是一個文化館,因為傳統中國以身為主,沒有上帝,最高的信念,信仰就是活著。 所以中國是開除全世界,第一個,在三千年前就認為,人有,只要活著就有活著的權利。 任何無辜而殺人,就得負起殺人的責任。 所以漢高主入賢養,定下殺人則死,傷人及道人則罪,以他的行為等級判罪,天下為之賢主。 因為以身為最高,所以每一個人要完成身之責任,是責任之。 在今天的這樣的,因為文化的失落所造成的,我們並不是說一定要死刑,只是,當我們講天賦人權的時候,如何能死? 被害者也有人權,不要因為死了就沒人權,大家就算了。 然後對於被害者,反正死的不是你,死的是你兒子。 那你兒子一定死了,那你爸媽也沒辦法,就怪他的命啊。 那你這個做爸媽的,也沒死,沒死就算了。 可是在歐洲有教會的安慰,歐洲之所以要廢死才能進入歐盟。 因為都是教會國家,生死是上帝的事情。 正義是在上帝的手上,在世界末日的時候,上帝一定要踩他。 那麼生者就學習原諒。 愛是很久的忍耐。 然後等到世界末日嘛。 然後再,然後這個過程也是有代價的。 什麼代價? 你就能回到上帝的右邊,坐在耶穌的旁邊。 成為天父天子、天家的一員嗎? 他有這樣子的一個,一個生病信仰器。 我們沒有。 那怎麼去讓受害者覺得他也受到人權的保障。 這是生的一個問題。 池外的一個問題,如果沒有禮樂教養。 所以傳統中國自古以來,歷代有關禮樂的部分, 為政之大事。 歷代的第一件,建國之大事,就是建禮樂。 就是提出人身之理性。 如此才能平衡福禄獸子的追求。 才能擴大人的精神性的滿足。 清淡沒有禮樂的建制。 所以這些也就是我們今天在讀的時候, 不可忽略的部分。 我們如何重建。 那麼剛才孫老師說, 蔡元培當時看見這個問題, 而提出了美玉。 以美玉代替宗教。 因為那個時候康雅威出去以後一看天啊, 所有的虎牆國家都有宗教。 於是回過頭來說,中國沒有宗教, 所以中國是一個野蠻民族。 於是他就要恢復恐教。 所以我常常說清代的這種限制,文化限制。 到了清朝中期很清楚地看到, 學者們已經沒有能力認識自身文化的特質, 以及如何處理文化的偏差。 更沒有能力認識西方外界的新文化。 以康雅威為例, 他就認為, 天啊,你看全世界都有宗教, 救中國沒有,中國真爛。 於是, 建立恐教。 現在大陸還在弄努力, 有一批人要建恐教, 要把孔子推進為耶穌地亞。 這都是無知。 那麼他用美玉。 他當時參員陪反對康雅威而提出美玉。 說透過美玉, 代替宗教, 以作為人的生命理想的精神。 那實際上傳統中國的美玉, 就是禮樂之中, 就在禮樂之中。 是基所生者, 非一席而取之。 是基所生, 這一個人的浩然之情。 這個要講, 人的浩然之情。 是集合所有合乎正義。 合乎人真實的心情和正確的作為。 什麼是正確的作為? 在生的前提下。 在生之前提下。 有利於生者。 有利於生者。 約善。 約得。 約得。 約正。 約得。 約得。 約正。 ヤヶ。 由哪。 1980。 白眼 ain。 所以它是集合了, 人, 在作為中每一件地善果。 每一件地得過心。 每一件地真性情。 而產生了。 注意這個記憶就是在生活中世襲不斷 所行所為皆能有利於身包括對自己 這不是自私養生之道不是自私養生之道不是自私 請大家注意 只是你看現在有些人拼命跑步 跑得超過自己體能這不是合理的 這非義也 義之所以做正義做正確的行為 正確的判斷是義者疑也 我們說過 義之 義者疑也 就是世道 以身為前提 一切世道 以人為前提 所以人意 以道為前提 所以道理 以正為前提 所以正義 這裡頭有一種裁決 何以裁決 因為從陽 從我 我是斧頭 古代 這是古代 古代 義是古代 沙陽 以濟 而古人沙陽以濟 無論是祭天 祭地 祭先祭 祭神祢 祭神祢 祭 祭 都依實 而濟 而濟 那麼注意 這個義曲 這個詩 適當的說明 所以 適當 一實 而適當 擴大 一身而適當 所以 基因 在每一個 生活的 作為中 都能夠 合乎於自然的 規律 和自我真性情,人的身體的適當需要也是自然的規律之一。 今天朋友們特別要注意。 非義习而取之,不是把義當作是一個外在的準則, 這個意義做一個外在的準則。 习,习曲則,习就是焉曲。 焉曲就是拿過來,就把它拿過來。 就是不是成為教條,一個外在的概念而成為一個教條,就把它拿過來。 所以,行有不切於心,我們的行為有不切, 就是不足於我們的內心感受。 我們氣就不足了。 我故約,所以我說,告子還不懂得什麼叫做義。 來自內心的適當裁決。 這個意義,來自內心的適當裁決。 就是你真正有了內在的心理體驗。 有著深層的心理了悟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義是因為其外之言, 他把這個義當作是一個外在準則。 我們把笑變成一個客觀的教條準則而行笑。 這是後來,尤其到了清代。 清代甚至於父母不笑,可以打死孩子。 父母可以打死那個孩子。 清代所負義的責任。 當然有他的社會效果嘛。 所以清代沒有警察。 所以那個德國晚清的後期,外國來到中國, 走遍全中國,竟然發覺如此大的國家沒有警察。 只有在縣裡面有三個不快。 而那麼安定。 自然如此良好。 社會風氣如此良好。 為之大吃一驚。 然後還有特別的著作, 一個沒有警察的國家。 這就是清代遵守傳統中國的社會的地方知識所達成。 只是清代給予長者,可以打死一個小子。 所以今天年輕的孩子們,如果你們聽到你們的老師, 聽到我們現在的流行的,你們在學院裡聽到各種教授所談到中國這個爛那個爛, 你就實際上去好好地把中國的經典這一部分全部翻一遍整理出來,寫出一本書。 現實一點你就打紅。 這方面的權威。 不說別的,你至少去看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 那些大司門所寫的,有關中國的思路,那些審議。 現在不是很流行去德國找資料嗎?去荷蘭找資料嗎? 就去找。 他們對當時的中國都大吃一驚,認為這是一個天堂。 可是我們現在的學者都視而不見。 所以值得大家如何地重新再開始。 或者就從這些大師們所提到,和跟他們的比较, 那個誰說的,有一本書我都不記得了。 他直接比較傳統中國跟羅馬帝國的不同, 還就是以清朝為主。 我們已經把清朝說得比較爛了。 比較狹義的不足政治了。 為了達成滿洲人的政治權利的控制。 他是狹義不足政治的展現。 當然他有天分,把政治治理的有他的完整性在組織上。 他的不內本書我就記得,一開始他就拿爾基爾。 就是羅馬帝國。 古希臘與羅馬帝國時代,西撒,凱撒的時代的一個史學家。 一開始談什麼是羅馬。 一切以權力控制為主。 征服所有的地方。 奴役所有的地方。 被征服的地方。 然後做權力的規劃。 一開始就這麼講。 然後一路談到今天的西方。 然後回過頭來講。 中國真是奇怪。 皇帝是一個道德的執行者和推動者。 一個皇帝本身能不能夠成為一個民軍必須道德的執行的完成。 這太令人驚訝了。 所以年輕的,不妨去找。 不要把德文讀好。 把歐洲的某些國家的文字。 那時候就返回德國、意大利的神父。 到中國最多他們寫了很多東西。 好。 必有四焉而無正。 注意,請把這個正字改為忘字。 這是一個妥協。 是忘記的忘。 必有四,就是在人生、在生活中。 我們一定得,在每一件事上都能扮養、培養我們的導然機器。 他的意思在這裡。 其實,我們如果用覺醒來說,就是每一件事,在我們的人生中,都能有所覺醒,有所覺知。 覺知,覺知與什麼? 覺知與它合不合於我們的真心情。 它是不是合於我們的真心情。 因為我們為了金錢,我們會委屈自己。 我們為了權利,可能委屈自己。 因為我們為了金錢,我們會委屈自己。 這種委屈,到老,到老,到死的時候。 除非得到帕金身症,不然到老的時候得恐懼。 還有年老時死的時候,之前的遺憾,其實就是自己這一生的不足處的展現。 所以人死的時候,總是硬包包的,就在這裡。 可是你,一切合不合於自己的真心情,不是不要錢,是孔子說的取之以當。 你整個人是鬆軟的。 你的身體本身,隨時都是鬆軟的狀態。 這是一個養生之道。 當你身體鬆軟,你就生氣。 不是生氣如焰,就能輕生。 就是,就隨時很,輕生就是靈活了。 經絡靈活,血氣充實。 心無望,你的心,隨時都在這樣的一個, 不忘記那份浩然之氣的培養商。 同時,有一個前提,要記得, 不助長,不助長,不助長, 不助長,這份浩然之氣。 一切要順其自然。 一切要順其自然。 合乎自然的規律, 包括你人體自然的規律。 無諾宋人然, 無諾就是不要像宋某人。 宋某有一個人, 擰其苗,擰擔憂。 擔憂,擔憂它自己種的麥苗, 長得不夠,快速。 而亞之,亞就是拔, 就去拔它,把它拔高一點。 茫茫然,茫茫疲倦, 然後拔完了以後, 把所有的麥苗都拔完了以後, 很疲倦的回家。 為其人約, 告訴別人說, 其他的人說, 今日病已, 我今天好疲倦了。 於柱苗長矣, 我去把所有的苗, 幫助它長得快一點。 其子驅而往事, 這兒子一聽不得了, 老媽怎麼這麼好? 去跑的趕快跑到天裡去看, 所有的苗都哭死了。 天下之不住苗, 長者寡義。 我們天下的人, 在公立心, 在生物性所形成的公立心中, 不做這種助長賣鳥的事很少。 這助長賣鳥的事, 是來自於自己的公立心, 而公立心是生物性。 但是, 同樣另外一種人, 以為無意而捨自, 認為這種, 一步一步去做好, 培養自己, 身心知識, 是對生命沒有意義的, 對生存的發展沒有意義, 對生活的保障沒有意義, 而捨自, 就放棄了。 正去想台灣, 哎呦, 你這老是, 你這夢啊, 老是變成是笨蛋。 新文化運動以來, 陳獨秀開始說的, 代行, 引為首, 萬惡, 笑為先, 萬惡笑為先, 陳獨秀講的, 他有名的對聯。 當然那個時代他的背景, 他要拿不到孔家念, 因為一切道德, 在清代的政治推動底下, 全成了教條。 有朋友拍照, 趕快寫陳獨秀,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的疯狂性 你也可见得 一方面是 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文化知识的衰落 还有就是 清代对社会的控制 以至于引起的反动强烈到这个层 所以我们要从一个时代做一个极大的反省 才能推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今天大陆 走共产主义走到今天 虽然也有进步 台湾走到今天 走资本主义社会 虽然讲的是三民主义 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 走到今天 也有它 的某些 进步 两儿 都还没有走上一个真正平衡的大道上 都还没有 所以还是值得我们努力 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重要性 不云苗走 这就是觉得一切没有意义 都不做 而不去除草 云苗的云就是除草 不去除草 让苗自然生长 此外的就是急功近利 注苗之长 亚苗者 这一类的人 这两类的人 非图无异于生命的发展 即浩然自弃的培养 同时 对自身生命的发展 即浩然自弃是一种方案 那么这边没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就再看 哦有 那所以孟子说 如果不约告辞会长期以示外 他是针对鲁哥的 不得欲言不成的事 对对对 所以孟子他用言 孟子也告辞会长期以 他是把你回来点这个 意归到言这方面 你太逻辑了 不那么逻辑 他归到言的这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一定要跟言扯上关系 可以就是他把言与思想 就像今天西方 一切都以概念为准备 以逻辑为真理 可是 思想 不全然而止 思想并不 生命 有关生命的思想性 不是逻辑可以涵盖 它是一个有机的组合 所以他的思想也必须合一 降致 了解了吗 哎,你也是一個科學者的意思,好,它的重要在於不得一言勿求一心,重要就在於當我們在思想理性的追求中不得其理,不能弄清楚,總是這個狀態,這樣的事實, 注意,我們通常西方的邏輯只弄清楚那個事理,對不對?可是在中國以生命為前提,不單單是一個事理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生命狀態,生命真相的問題。 所以當你在整個思想的過程中,言語的縮理的過程裡,你不能弄清楚這個事項,這個事理,這個事實,這個事項,這個狀態。 了解我這麼幾層下來嗎?那麼勿求於心,你就不要再進一步向內去做更深層的探索,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換句話說,一定要弄清楚。 那麼這個弄清楚之後,翻過來,就是什麼?就是知言。 只是知言,只是知言現在我們才開始說,它是道某來說,它先說養氣,是其自顧暴起氣的養氣功夫。 所以它現在講的是,如何養這個氣,而後才講知言。 所以你們弄邏輯的時候,不知道它的辯證過程。 它是先講養氣,再講知言。 可以先講養氣,再講知言。 這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氣是一個整體生命狀態的表現。 整體生命狀態的表現,在傳統中國的知識上是一個重要的認知。 而又是內在的認知。 作為醫生不懂得自己的身體特質。 不知道吃什麼和自己適當。 然後不知道做什麼樣的運動,對自己的身體很好。 只是堅持在幾個概念中。 這是我舉例,我不是在罵他。 然後人家每天跑五千公尺,你也就去跑五千公尺。 跑跑跑,你的關節壞掉了。 因為你的身體的那個身體造型不適合跑步。 像我們學校的一代舞蹈系, 他要看他的身體構造,身體構造不合不跳舞。 他要求他,以前林安明堅持退學。 成績夠好,自己想辦法去申請到戲劇。 不然一定退學。 因為你跳跳跳,上身比較大一點。 你撐不住,關節就壞掉了。 跳不到幾年,舞蹈生命極短,我就不要你。 屁股大,不要你。 他有先天性條件在那裡。 氣,整個自我生之能動性的展現。 自己掌握不住,養氣,掌握自己,生之能動性。 這才是生之根本。 這是認知的基礎。 像最近有幾個趨勢,好年輕喔,六十歲左右。 大家報紙燈,他不有運動,還做身體檢查就快。 他的運動一定是超過他的承擔力。 此外,吃得太好。 還有喝酒。 認為喝紅酒對身體好。 其實很多人不適合,尤其是亞洲人不適合喝紅酒。 因為他的肝臟、解煤的、解酒的煤不足。 包括喝牛奶一樣。 像朋友們,你們要喝牛奶老脏漆就根本不能喝牛奶。 因為沒有那個解牛奶的煤。 所以你的孟宗他前面講十字,他的字就是唯一。 十七字。 不能這麼說。 那個字是你心之嚮往。 你真正的生命理想的那個心之嚮往。 自於意是達成身之嚮往的一個過程、一個方式。 OK? 尷尬問。 因為問就說了, 怎麼對我不是個問題,我就老忘記去不起他。 對不起,尷尬問。 尷尬用你們現在訓練下的觀點來問。 有的時候我會很詫異說幾句,不要怪我,我會忘記,不要那麼忘記。 還有沒有要討論?那麼下面就說,風孫醜就說,何為之言?那麼什麼叫做智典? 曰,彼詞知其所必,彼詞偏執於一方的言論。 堅持在某一方面的言論,當你聽到的時候,那麼知道它被什麼樣的前提給遮蔽。 或者,它被什麼樣的觀點也好,什麼樣的一種特定性的目的等等遮蔽。 所以,藏執著,凡事如此,一定會說出不周全而偏執在一方的言論。 當聽到,放蕩而無禮的言論。 當我們看到陳獨秀這麼提出,我們就知道它對那個時代的問題折迷。 古時之堅持民主、自由、科學。 然後它主政五十年,它從二十六歲成為中國的意見領袖,一直到七十二歲去世。 有沒有五十年?一輩子講民主、科學自由。但是什麼是民主? 如何才合乎這個社會的民主形式? 什麼樣是曾自由的展現?從來沒有提過。 而什麼是科學?它只說過。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科學是不是屬於大膽的假設,小心求證? 這還出不空。這是空荒。空辛苦。 然後他說他絕不理。被武人牽著鼻子走,所以要打倒一切傳統。 然後他牽著別人一輩子的鼻子。 可以這麼說,最簡單,他的胃病。 他的身體被一個中醫醫好。西醫,晚治無效。 人家介紹他去上台,給那一位陳友達。 陳友達。陳友達。陳春仁治療。陳春仁說我不是,他求他。 陳春仁說有個條件。我治好後,你正式寫一篇宣告, 中醫是有效。中醫是有效,不是不可學的。 因為他反中醫,帶頭打中醫。等到之後,他只寫了一封信給陳春仁。 他說以我現在的身亡與地位,不能夠向世人宣告。 我就寫一封思涵謝謝你。 這封信就登在《晶晶有味談》陳春仁的書裡。 同時請再看。 然後在《晶晶有名》。 《晶晶有名》。 唐德康是胡士兹的關門弟子 幫他做口述歷史 在紐約長期親近他為他的入室弟子 然後他說為了中國人中華民主我必須說出我所看到的胡士兹先生 寫完了以後就被美國紐約大學買了 此後一輩子年真正的工作 所以這個世界 你們應該看1905年 1905年國際巡禮 還是帝國巡禮 帝國巡禮 1905年巡遊 韓老羅斯福總統怎麼規劃侵略全世界 所以他推出的 乌士兹是他推出的 都會建議他影響中國 就給乌士兹博士學人 保羅斯福總統 就打電話給哥倫比亞大學 給他 哥倫比亞大學想了一想 為了學術的推念 胡士兹必須要寫一篇論文 字術不俗記 所以胡士兹寫了三千字 英文三千字 墨金哲學 墨子明辨 就是墨子墨子 現在中文文書館也 大家可以去看 全世界統戰做得最好的其實是美國 全世界統戰做得最好的其實是美國 我不再評判什麼 而是說如何成為一個獨立自主者 讓命運是在自身的手上 然後讓自我能夠創造 讓民主能走向創造性 當能知言 要能知言 我這些是介紹知言的 知現代知言的 一些例子 我們這個課堂裡不滿 但是一定說明 因為時間大 我們就到這裡 下次再說 下面一把還有 大家可以把 有問題的 再勾起來 然後向這兩位 年輕人 直直細細的問 好 謝謝 謝謝